水第二次 那顺时钟或是历时钟都可以 台湾南投云林及嘉义地区的咖啡产量稳定 各有特色 甚至在世界杯烘豆赛 咖啡师大赛 冲煮赛等国际竞赛榜上有名 在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积极推广下 有13家精品咖啡豆业者进军日本市场 从果香到花香 酒气到生被 透过多元方式传达台湾咖啡的魅力 那道咖啡 各位可能想到 可能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 这些消费国 那生产国各位可能想到 像我们非洲的滕亚南美洲 但是这几年 台湾也是一个咖啡精品的消费国 更是一个咖啡精品的一个生产国 那这几年 这些业者 还有我们南投分局 在这里我们的成分局长 这一两年真的很用心 想要把台湾精品咖啡 能够先销到日本去 那我们这一些业者 销到日本的咖啡呢 这些建议长总共有13个业者 在日本呢 有40家的咖啡厅来贩售 这个冲路真的是可以说这几年努力打下来的 那40家日本的咖啡厅从飞航到 然后东北 然后比较中部 四国九州到冲绳 这一些都有 都可以品尝到台湾美味的咖啡 水保局也扶导产业升级 首次以咖啡庄园的主题包装油城 让民众更接近台湾的精品咖啡 未来也能成为国际来台旅游的新体验 一起温乡旅行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